幻熊之家位于莫斯科郊区 这可谓是俄罗斯新的关注点 这里很高兴 欢迎来自俄罗斯首都的游客和居民 之前中国记者还没有到达过这里 我们是第一个 从莫斯科开车到目的地 需要一个半小时 别看这里只是一间乡间别墅 但里面有30多只幻熊 这个地方的美妙之处 就在于浣熊不只是在于你的脑海之中 而是真的趴在你的头上 浣熊可以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 它们每天就是这么吃着玩着 所以在浣熊之家从来不缺少乐趣 你看 每一秒他们都要玩耍 一刻都没有消停 在这里咬 那里闻 什么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玩具 别看我现在抱着它 但是我还是没有管住它 它还是很有力地想登开 我还得吃着防着药 它要掉下去 浣熊之家的女主人Natasha 她之前是马戏团的教练 她也没有想到 俄罗斯民众会对浣熊之家如此喜爱 要建造浣熊之家的想法 其实不是来源于我个人 而是来自浣熊本身 之前我自己已经养了25只浣熊 有一天应该是节日吧 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么有兴趣 来我家做客的客人表示 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吗 就这样 他们和浣熊一起玩了起来 而且浣熊们也很喜欢 之后又有人写来信件 希望来看浣熊 最后浣熊和他们玩得很开心 于是我就想 为什么不建立浣熊之家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所以渐渐地 浣熊之家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游客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 与浣熊亲近 在一个小时的见面时间里 你可以喂浣熊 亲拍斧浣熊 所以他们将尽量确保 你没有时间感到无聊 主人警告说 前往浣熊之家 必须要穿紧身的衣服 没必要刻意地打扮 当然 您在最后走的时候 浣熊也会在你身上 留下或多或少美好的回忆 我也不幸被浣熊划上了脖子 对于这种情况 主人会提供消毒水给你 虽然我现在已经双痕累累了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他们并没有恶意 浣熊的牙齿和爪子 是非常锋利的工具 你可千万别得罪他们哦 浣熊本身没有攻击性 他们还是非常有趣 动人的 为什么叫他们叫浣熊呢 就是因为 他们喜欢把自己找到的食物 放在水里洗一洗 然后再吃 你看 就像这样 你看他们多可爱 许多人在接触了浣熊之后 便暗赏了他们 便希望自己也养一只 这样的小可爱 在俄罗斯 一只浣熊的价格 不是很昂贵 大约只要三千元 可在中国 四万到五万元一只的浣熊 可称得上是贵族宠物了 浣熊之家的主人 Natasha表示 虽然饲养浣熊的费用很高 但是得到的欢乐 也不计其数 不过 真的要在城市公寓里 养一只浣熊 没准儿还真是个噩梦 小浣熊干脆面 曾经伴随着很多人 度过难忘的童年 包装纸上的小浣熊 憨态可居 形象各异 令人喜爱 鉴于小浣熊干脆面 超强的群众基础 于是不少人 又将小浣熊 称之为干脆面君 你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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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